以粉紅Party為主題 只有女童軍會展現年輕活力 發揮新世代的創意思維 首都攜手男童軍會合辦春酒 市長 議長親自到場祝福 高興來到女童軍的新春聚會活動 女童軍一直都是做很多公益 我們林立禪理事長 帶領很多很熱血的女童軍 為我們金龍市做出很多的貢獻跟付出 非常感謝祝福我們女童軍 永遠繼續維持這個童軍的精神 樂於助人 幫助別人 那女童軍原本的組成是很多 金龍市的校長 大家共同來組成的 那現在是我們林立禪處長來帶領大家 我想繼續這樣子活潑下去 女童軍絕對業務真真日上 去年童軍會在各活動中 展現童軍精神和團隊合作的能力 展望未來 要讓民眾感受金龍是充滿愛的城市 今天是我們金龍女童軍的春酒 那我們最特別的是 今年男女童軍一起合伴 那我們男女童軍 其實我們長期都在做一些校園童軍的訓練 那訓練完孩子呢 孩子會加入我們金龍各項的活動 當我們的服務員 繼續訓練 繼續回饋社會 讓我們的社會更有愛喔 就是一個活潑的家庭 今天我們男童軍女童軍 共同在金龍市 共辦了一個粉紅的派對 粉紅派對 讓我們男女童軍第一次的新春團拜 充滿了喜氣洋洋 以及粉紅色的派對的氣氛 那在今年我們期許 女童軍的世界裡面 希望孩子們 大人們都很開心 期許大小童軍們 能開心的發揮所長 為社會帶來更多的愛與溫暖 記者蔡小軍 金龍報道